我們第一節是說無聊的事情 最有意思是一開始就說了 我想說完大家都不想知道 23條就去吧 但我最近聽說 現在好像問BNO的人多了很多 查詢BNO的人多了很多 我好像看蕭先生的《香港新聞》連線說 查詢大增 他有23條 因為你開始多了放寬 放寬的意思是其中一件事 最新的解釋備忘錄 他放寬第一件事是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 他會被你分辨分 會不會突然間 我又沒有資格變成有資格呢 是嗎 說那些《Dependent》由這個什麼 就是說本身是應該要跟配偶一起來的 變成是可以後一點才去申請 這些東西要 他可以太空人 他可以前後腳這樣來 有種彈性處理 如果大家有聽 我前天訪問郭子健那裡 我今天早上剪了出來給大家看 其實他都說得很詳盡 其實很多東西是約定續成的 以往在灰色地帶 灰色空間 現在成功爭取到 叫做 Officially 約定 他就俗成 兼寫明 就是這樣了 譬如 以往他一直鼓勵你 他就說 如果你如果要申請BNO簽證 五階一簽證 你就不要過度申請 其實就 以前一向都可以的 但是 他就不鼓勵你 不知道就不行 所以 令到有很多人 就會覺得 喂 我不如過來才申請 但是過來申請的話 你入境那一刻 如果被人問起的話 你入境的目的是什麼 你入境的目的 你又沒有BNO簽證 那你是不是來旅遊 那你最簡單 一定是旅行的 一定是讓你過的 如果你來旅遊的話 然後你最後 你旅遊完之後 你去申請BNO簽證的話 其實這個 就不老實 入境那個理由 有機會違反逗留條件 這是很嚴重的 所以那些人 如果你問你 你是不是 你怎樣 有些人就寧願舉手 就Asylum 但是你Asylum 就回不了頭了 你就只能夠等Asylum 那現在呢 其實可以轉 如果你有BNO的話 你一到埋 你申請Asylum的話 可以轉 是不是 有很多朋友都問過我 進來的時候 有幾個前區議員 除了周偉雄之外 還有一位前區議員 都是這樣的原因 先進來 然後才去申請 是可以的 一向是可以的 這個就幫我很多 其實就是 因為有很多人 都不知道自己有沒有BNO 我來到 我突然間才發現有 那我就專程才轉 好像你的例子 當然是 真的不知道 爸爸媽媽說沒有 你說的 是不是都發過Email去問 問的時候 有些人就執行力比較強 順便探路 發現有的就順便 嗯嗯嗯 但是 就是這樣說 一口沙糖一口屎 其實是 因為其實 你現在叫做放寬 有所謂放寬 但是另外 對於中產階級的人來講 其實就有一個懷消息 就是你有樓的人來講 有樓的人來講 這個大家要留意 雖然你說現在 對於很多的朋友來講 就是現在好像入閘條件放寬了 但是有樓的人來講 現在英國 這個不是針對香港人來的 就是說所謂落閘 是向全球 就是向國民全球徵稅 英國本身就是全球徵稅的 其實就是說 有些香港人拿著一層樓 就要收租 是不是 那收租 如果你的錢 不是說 立刻調下來英國的話 那些就不用交稅 那我可以說 以往一向 那些人怎樣做呢 那些人呢 就是 那層樓我賣不出 不是香港先收租 那我收租 收租第一年OK 第二年都是這樣做 那些錢不調回來就可以了 不調回來就不用抽稅 那 但是不調回來而已 但是我有辦法在英國使用 那是怎樣使用呢 那我可以 我在香港計算收租 然後支付我在英國的新活費 怎樣做呢 有一張credit card就可以了 一張visa全球通行 英國 你用回香港那張credit card 使用錢 然後 你叫那個 就是 你叫租客 直接過數到你的visa card 那你就可以 visa的戶口 對 或者 Anyway 你過去你自己的 香港的匯豐 這樣 然後你匯豐銀行的 那個儲蓄戶口 立刻拿來找你那些credit card 而那些credit card的 那些卡數呢 就是在英國消費用的 你再不是的 你覺得香港危險的 你收過那些租 走去月供那些 什麼first trade的那些 美股戶口都可以的 那你一邊在賺 另一方面的資本增值 幾頭賺 可以 又不用交稅 即比較多人的做法呢 就是用credit card 去走賺 但是現在連這一招都不行了 那他就說 你海外收入 以前就是 只要不匯入英國 就不用交稅 但是現在呢 侯俊偉就說 這套制度已經不合時宜了 現代化些 不可以的 Kent雷浩就說 Rules include UK credit card payment 現在就不行了 以往其實可以的 以往是可以的 以往你可以這樣走賺的 是不是 即是你不要用英國的credit card 即是你留住 你香港那張credit card 你明白嗎 其實有很多人這樣做的 那現在連這一招都不行 所以你變成 你是不是有九個月的時間 去賣樓 那好像說 一年的時間 去處理海外資產 生活了三年的香港人來說 那你要用 就是 Billy 我見到 Goodbye UK Hello Billy 她是這樣說的 就是 意味著 你現在就是要準備買樓 你不要再想著 就是 保留香港那一層樓 然後按腳 不用做 然後就 兩邊舔了 很難壓 那對於那些 退休人士來講 你可以當是長逢的 這個是 叫做變相長逢的 是嗎 但是現在就不行了 那他又不是針對香港人來的 因為他發現很多 中上產是用這一招 去避稅的嘛 是啊 就是與其是這樣的 以及也有統計 告訴你 包括新委成老婆 都在用這些招 與其是這樣的 我不如 為了避嫌 一次過 所有中上產裡面的優惠 全部 全部給我取消 這樣 伊達樂樂就說 沽了香港的東西 全面撤出香港 那你能撤得到才行 雖然現在說切辣 切辣來講 那就是多人接貨 但是多人接貨的那些 暫時來看 但是浪的那些 多數都是大陸老 又是 沒有八成都有六成 其實一直都是大陸老的 你想一下 是大陸的中下產 中下產 他們自己本身想走資的那些人 是啊 但是渠道不多 筆錢不夠大 他們就想著 趁香港樓價跌 那就先接了它 起碼香港層樓 你在用港幣計價 某程度 變相我是有個美元資產 嗯嗯嗯嗯 是啊 好了 我們香港直播一 來到這裡差不多了 我們稍後回來 差不多又是 六點到 六點到 回來再見 六點就是香港的 一點鐘 不是啊 六點 兩點 就是六點鐘 好 稍後回來再見 OK 拜拜